Hello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Hello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薛丁峰 当然也是指挥说蒸发大冰块 今天就是这辆探月的第二期 这期主要是测试还有一些试驾的环节 那也是不跟大家去说那么多开场话了 好 我还是来直接看一下这台发动机 首先这个是一个第三代的1188 因为我们这个2.0T高功率版 并且可以确认一点 这台发动机是一个双喷射系统 在这种情况下 这台车的噪音到底是多大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最后定格在了72.1分贝就停下了 我印象中的确不算是太高 当然我们还是要在车内来去看看 在2000转的时候它的噪音到底是多大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这是车内的2000转的测试 好 我还是2000转看看它的噪音到底是有的 最后定格在了50.4分贝 就是这辆车在完全安静情况下 它的发动机的噪音传道驾驶的声音大响 好 这辆测试也做完了 我们现在去下个测试看一下 因为太热了 好 走 那接下来这个测试就是发动机的抖动 也是不能都废话了 直接来看看它的抖动值到底是多少 目测还是挺平静的一个感觉 那是1.9米杠秒平方 就是这个发动机在这样一个状态下面的一个抖动值 当然我们这些所有测试都是在这台发动机完全热积的情况下 并且关闭空调的时候去测量的 好 那这个测试也是进行到这 那么现在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接下来一个测试就是大灯的照度 也是不再去说了 然后我们直接测试跟大家去读一下读数 当然这个车是一个全LED的大灯 而且对于探阅而言全系都是LED的 好 我们现在来测一下 它的大灯的数值定格在了5030勒克斯 那它最高的亮度也是在这一侧 这边是4000多 这边达到了一个5030 好 这个是这辆车大灯照度的测试 那么现在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测试就是漆面的色差测试 那也是不带什么读的 从这取个点 然后我们绕圈测一下 然后跟大家去公布一下最后的数值 好 那么一些都测试完了 最大的色差值竟然达到了一个1.79 是在我的右手 然后在杠皮的位置 以为是塑料这个位置 这个车呢四门的差距是比较低的 是在0.6到0.8之间 而在前面无论是杠皮也好 还是一字板也好 还是后门也好 还是后面的杠皮也好 都出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色差值 那后面杠皮呢 也是达到了一个1.79差不多啊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数级 这样一个数 那1.79呢 如果说眼睛非常尖的小伙伴呢 已经是可以看出色差来了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呢 只要在2.0以下呢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简单说呢 这个车 漆面的色差最大 达到了一个1.79 真的是一个不太低的这样一个分数了 好 那这个测试呢就测试完了 我们现在就去下一个测试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是最后一个测试啊 就是原地的例句 那它的驾驶模式的确是有很多种啊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雪地模式 然后爬山模式 还有叫越野个性化模式之外呢 其实我们在普通道路上呢 也是会有经济标准运动和个性化 那我们还是以这个标准的模式为准 去进行一个原地例句 当然呢 我们另两个模式也会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好 我们还是老规矩啊 然后清零清零清零 然后呢 轻轻的勾住 然后 匀速 原地90度 嗯 力量还是比较适中的 但是微微有一点点的沉啊 好 停住 1.260 1.260公斤 就是这辆车 普通模式下面的一个模式 结婚到经济模式 然后清零 应该是会轻一点啊 现在大饼花的一个手链的 可准了 好 也是清清原地的90度 直觉好像会轻了一点点 但是 不是特别的大 1.243公斤 是这种所谓的经济模式啊 我们再换一个叫运动模式 不出意外的话 这应该这三种模式 从它的力矩转向这块来说差距不大 好 依然是 轻轻地 90度 匀速啊 匀速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 停 好像还是有区别的 好像还是有区别的 1.276 果然啊 就还是会大了一点点 1.276公斤是运动模式 下面这样一个力矩啊 只能说这三种模式 从远地的力矩转向这块来说呢 跟其他的车型相比的确差距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呢这个开起来什么样呢 我们一会儿马上就跟大家去分享 好 这就是我们呃最后一项测试 当然呢我们测试的所有的结果呃都会在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下面的文章 然后会有一个表跟大家去进行分析啊 好吧 这个测试呢就完成了 那么现在就把这辆车开起来 看看辆车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小伙伴们 那我现在呢就把这台探月啊 开起来跟大家去呃聊聊啊 那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去念一下纸面数据啊 当然说对于这个车呢 现在一共有两个排量 三种动力配置 呃其中有一个呢是1.4T 就是大众的EA211啊 那它的最大功率呢是110千瓦啊 最大扭矩呢是250牛米 当然了对于1.4T而言呢 它也分高功率跟低功率啊 这个1.4T呢是属于这种高功率的版本 那我们这个呢是2.0T的啊 就我们开这个车是2.0T2.0T高功版的 低功率呢最大功率是137千瓦啊 最大扭矩呢是320牛米 高功率的话呢是最大功率啊 162千瓦 那最大扭矩呢是350牛米 配备的呢都是湿式的7档双离合变速器啊 全系都是湿式的7档双离合变速器 好我们还是现在把车开起来啊 跟大家去聊聊 那也是啊就是我们是从这种 我们日常驾驶的角度上面来说呢 跟大家去聊聊这个事啊 当然说呢我们开的这辆呢 是一个叫做4MOTION的一个车型 就是四驱的车型 具体它的什么脱困能力啊等等啊 这种所谓的逼越能力呢 有很多有梅小伙啊 有梅的都已经在这种专业的场地呢测过了 我也就不再说那么多了 因为我们毕竟啊还是在老百姓日常用车的这个角度上面去聊一些 当然说呢对于现在的大众而言呢 它都叫啊统一呢 现在全部都叫做MQB的车型 其实说实话啊 就说他们这些车现在对于底盘的这一块调教来说呢 其实差别真的不是特别大 我这个所谓不是特别大什么 就是说对于大众车型啊 说大众车型真的你从小的Polo啊 真的从小的Polo啊 一直到可能更大一点的 咱们涂锐这么算啊 涂锐这个完全是两个车 说从这个Polo一直到这个图光L也好 还是这个小探院也好 其实它的底盘质感 我说底盘质感呢 其实相差不是特别大 跟我之前试过的 跟大家去聊了很多的 就是大众的车呢 基本上还是相同的一个感受 就是底盘质感不算太差 该有弹跳有弹跳 该有滤波有滤波 同时呢依然继承着德系车 在高速那种稳定性啊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如果说我还说啊 如果这些你都再做不到的话 那你还叫大众吗 那你还叫德国车吗 所以说从这块来说呢 大家并不用去担心啊 就是说再便宜的大众 它依然是一台大众 它依然是一个可以满足 至少在德国那种不限速高速上面 去直线驰骋的那种稳定性 依然是有的 但是呢我还是会说啊 就是我们不能说 只站在大众一个车上面去聊的 我们还是要横着去聊啊 就是包括说它跟日系啊 包括说跟O系啊 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质感 这个今天呢 跟大家去多聊一起吧 还是说啊 说这个车呢 底盘 就是跟之前的大众没有绝对的区别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比如说压了两个井盖 我知道压了 但是呢 它不会说让我 这四项是没有的 只能说到嘣嘣嘣嘣嘣 就说大众毕竟是大众 呃 奥迪毕竟是奥迪 宝马奔驰也好 那他们还是要有严格的区分的 否则的话 大众都跳到这么牛了 那奥迪卖给谁去啊 对不对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商业原理 包括说我们一会儿要说的隔音什么什么的 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只能说呢 大众是继承了德系一贯的优良的做工和作风 但是他依然不能说能够堪比多好多好多好 就像我的上级啊 跟大家去念的那一点点 他们所谓的销售用语啊 我才看完了以后 简直天底下出了这个车就融下第二颗 真的是什么感觉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要真的去多试几台车 然后呢 多理性的去考虑 真的啊 不要一味的去听别人 一种所谓洗脑式的灌输啊 呃 转向呢 依然还是呃 德系的那类的转向啊 但是呢 我印象中 我之前我在呃 说呃 图观L时候也有说过啊 其实呃 对于呃 大众的这种SUV而言呢 它的转向调的不是那种灵敏的感觉 它不是灵敏 真正的灵敏什么样 沃尔沃这类是灵敏的 法系车PSA集团里面 它的方向盘是灵敏的 大众呢 它调的更多的是高速的稳定性 所以说呃 这台车的就是转向的 你不能说是多么多么的准 但是呢 它的确又指向性又是不错的 我会认为这个是在日系车之上 呃 又是跟法系车 包括说沃尔沃这种瑞典车呢 又是坚然不同的质感 我会认为这样 就是我印象中 我在说图观L时候呢 说这个方向盘下面有点黏 的确这个车同样也是有一点点黏的感觉 就是不是那么的一拐弯的话 啪就过去了 很轻巧很灵活 当然了 这跟它的整个的SUV的车型是有关系的 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好的SUV 它一定让你开起来像一辆轿车 但是我同样会认为 这个车开起来的确像一辆轿车 但是我还会说 它毕竟不是一辆轿车 对于它的物理限制而言 它的车高也好 它的重心也好 它的车重也好 这些都是一个系列的连锁反应 所以说你不要去想 所谓循迹性可以媲美普通轿车 你放心这个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尽可能的 在日常驾驶中没有那么的累赘 这个是SUV要做的一点 行吧 那也是我们再去做一下 这个简单的加速 现在依然是58公里 那它的档位呢 现在是第六档的位置 它的转速是1200转 踩 踩 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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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有 踩油 我不否认2.0T高功率 它的动力是很强的 很强 它的后腿是拖在了它的变速箱上面 当时也许是跟它的这种湿式变动箱有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我踩下去没有那种立竿见 踩踏踏踏踏砰 那种没有 这个还是会踩 你看没有 就是总是会犹豫 犹豫 很长很长时间 然后再像一根后皮疙瘩一样 把人给绷出去 真的是这种感觉 就说快不快 快 猛不猛 也猛 毕竟说是2.0T高功率 这个真的别拿豆包不当干了 但是它的变速箱的确又没有我传统意义上的真的双离合器变速器 甚至于那些调校功力比较强的AT变速器 它的这种响速度都是打不到了 对于大众的变速箱 它毕竟之前召回了那么那么多 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 我这个之前也说过 说现在用的DSG会不会还出现之前那种法体的问题 离合器片的问题会不会有 我告诉你会有的 只不过这个时间是要比之前要来的要长的多 这里面步伐是有它改变了它离合器片的配方 或者是改变了它换挡的逻辑 我印象中我之前开的老的大众的车 就双离合器片它的换挡是很快的 是很快的 当然了这个车牺牲了一些运动性 或者叫牺牲了一些舒适性 而取得了更多的可靠性 这东西还是鱼与熊爪不能兼得 可能有没有又有鱼又有熊爪的 有那就是你两个鱼两个熊 就是你就都有了 但是前提就是你要花很多很多钱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的价格 你的东西永远是一个公平的 有些小伙伴会说 说这个大众变速箱 还有没有那种低速咳咳咳咳的感觉呢 这个车一定是有的 当然现在速度快不太明显 尤其是在你速度比较慢 踩了一脚刹车 它刚换了一个挡 这时候你又踩一脚油门的时候 它的换挡之间 它的尺度之间撞击感是非常非常强的 进口的没问题 我们这些那样进口的夏朗 进口的高尔夫 包括奥迪品牌 不管是横置里也好 还是纵置里也好 它们还是有差别的 而对于大众国产大众而言 我们试过那么多 依然是有那种耻辘咔咔咔咔咔想的东西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当时呢 叫不叫问题呢 严格来说 你说它叫工艺上的问题吗 你说耻辘跟耻辘之间撞击一定是 它的缝隙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它会有这种撞齿的感觉 如果说你的齿轮的加工的工艺是非常好的 非常贴合的 我想肯定也会没有 为什么奥迪 奥迪是没有的 也不绝对啊 油偶尔偶尔会有那么一叮叮叮叮叮点的撞击声 行吧 发动机跟变动浆这块聊到这吧 油耗呢 这个车呢 我们七七八八的现在开了 翘八百公里啊 一千来公里 总来说呢 九个油 十个油 毕竟是2.0T高功率版本吧 九个多油不到十个油吧 我不否认 对于大众而言 对于这样探阅而言呢 它依然还是在大众体系下面去制造设计的车型 无论这辆车说在国外有没有这辆车 但它依然是大众现在比较成熟的MQB平台中的一辆 跟图光L相比的话呢 除了我们在上级跟大家说的轴距啊 大小啊 有一些差别之外呢 其他的东西呢 的确也没什么区别 那今儿的事件呢 简单 我们跟大家去聊到这吧 总体来说呢 还是比较好开的啊 还说毕竟是大众 人体工程学 动力 变速箱 虽然说呢 不是那么完美啊 总体来说呢 还是可以的 行吧 那今后的几天呢 就这辆车里面那点事呢 也是看看啊 应该是跟大众的图光L呢 不会相达太多 但是呢 我们还是觉得 应该是可以找出一些细微的区别了 就是我还会说 科学就要严谨 而严谨就是在细微的里面找差距 这又是科学的精神 这也是当然我们这条不吹不黑的精神 行吧 今天呢 就简单跟大家去聊到这了 那我就说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做打冰块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 真话打冰块 那我们这样探阅的开车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飘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